2014年冯小刚在某活动发布会上破口大骂报社记者 我觉得说明你们非常无耻 因为你们干扰了我的生活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们家登报纸 这地址给登到报纸上 完全是一种混蛋的做法 那天冯小刚情绪十分失控 并直言端点记者是神经病 想要抽死无量记者 视频流出后引发了许多吃瓜网友讨论 大众认为冯小刚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完全错 报社在暴露明星住址的问题上确实很下头 不仅是冯小刚许多明星的家庭地址 被赤裸裸地展示给大众 被骚扰就成了常态 严重影响了明星们的正常生活 反观这家报社 面对冯小刚的直言快语 竟然还厚脸皮地挥对道 简直让人以笑大方 简直是恬不知耻 冯小刚正面刚的行为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没有人愿意天天被监视 那样的生活必然是苦不堪言的 冯小刚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安宁的生活怒怼记者 也为有多被暴露住址的艺人暴露不平 但也有很多网友认为 冯小刚情商太低 这种事情完全可以私下解决 不必拿到台面上来讲 直接骂报社记者让双方都不快 无非是给自己树敌 会给自己招黑 不过以冯小刚现今的地位似乎也不再怕的 本身这家报社的行为就该骂 完全就是下流操作 冯小刚只是说出了新手 2010年冯小刚在华丁奖颁奖现场 脱口而出 赵本山是个黑社会 当场赵本山就给了他一级巴掌 惊得现场所有人 当时冯小刚作为嘉宾 给获奖的赵本山颁奖 念颁奖词时 把原本的站在黑土地上的一颗艺术奇葩 念成站在黑社会上的一个奇葩 全场患然 之后冯小刚立马改口 说自己口误 赵本山在上台后说道 给自己打了个圆枪 气氛才稍有缓和 赵本山国民度很高 黑土大叔的形象家喻获奖 可他本人和小平里老实的农村形象 并不相符 有网友发帖爆料赵本山的黑道背景 称他和东北四大黑社会头目 来往密切 关系不一般 混黑帮传言出现没多久 赵本山团队就对外宣布 将不再参加春晚的小品表演 虽然赵本山每期领约 要把这个空间留给别人 把精力放在影视剧制作上 可一众网友认为这是预概米章 而冯小刚的口误 则是变相坐实了赵本山 是黑社会老大的传言 尽管之后两人有说有笑 但是其中的暗流涌动可想而知 此后 冯小刚和赵本山二人不合的传言 一直流传 后来冯小刚在辽宁一个山宫里 拍摄电影集结号 在环境恶劣资源有限情况下 赵本山还大手笔 为冯小刚送去挤车水果 立正两人没有不合 2018年 冯小刚在一次高级资人聚会上 当众要求苗苗跳舞 陈道明霸气为其结尾 让网友看呆了 当天冯小刚携苗苗参加聚会 赛场的友陈道明 葛优和几位知名大佬 酒局上哥哥喝得十分尽兴 聊得投机 因为风华的大火 大家对冯小刚的挑人眼光 表达了赞赏 苗苗本身自制就很出挑 舞蹈功底更是不错 在电影票房大卖后 他也狠狠火了一把 为了让在场人见识苗苗的风姿 微信后的冯小刚提议 让他跳舞 苗苗起初以没有合适的歌曲 试图拒绝 可葛优却在旁边煽风点火 陈道明就在这时霸气出场 替苗苗借围道 虽然最后 苗苗依旧没有讨过跳舞环节 可是陈道明伸出的这一把手 和冯小刚的强人所难 形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苗苗算是冯小刚一手捧红的 没有方法就没有苗苗 可是冯小刚让他像个歌姬一样 当场跳舞的行为实在不妥 而陈道明的人道主义帮助 让很多人在内心给大家了不少份 也有网友认为 冯小刚让苗苗跳舞初心不坏 苗苗作为新进演员 和其他资深演员相比较 国民知名度不算高 冯小刚带他参加九局 就是表明认可他 让他跳舞 是想让在场的圈内大佬记住他 为苗苗吸引各方资源 帮助苗苗更上一层楼 不久后 冯小刚本人也回应道 不是为了给现场助兴 单纯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下苗苗 为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堵住了悠悠中口 好